香港十大猛鬼屋之一的高街鬼屋 传出死亡意外 一名五十六岁的中信保全 十号第一天报到直大夜班 没想到隔天早上九点 就被人发现晕倒在楼梯间 送医抢救后人不治 保全离奇死亡引起议论 因为大楼常年遭传 阴魂不散 上个世纪初 高街就因为有麻风病院出名 到了二战时期 高街又成了日军的刑场 杀人很多 高街鬼屋前身是精神病院 建于1892年 常有病人撞头轻身 夜半碰撞声响不断 闹鬼传闻多 被网友封为亚洲十大凶宅之一 这里就是平时房 高街可以为最阴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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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着2001年政府将高街鬼屋拆除重建 只保留外墙 文艺复兴的历史建筑 改建成一栋崭新的社区大楼 还被列为香港第一集历史建筑 但闹鬼阴影却从未退散 导致附近房价低迷 如今在有大楼保全猝死 警方调查后 在现场找到弃喘药物 虽然确切紫英还有带解剖验尸 但离奇意外也在唤起了 香港人集体对高街鬼屋 毛骨悚然的回忆 这里是柯林总报导